全部都给我靠边站 身份证拿出来 你什么说的 阿龙是警队里最能打的警察 今天和未婚妻可儿约好 两人去警楼拍婚纱照 然后下个月就可以顺利结婚 但有些事是老天注定的 阿龙和可儿注定会错过 为了拍婚纱照 阿龙已经申请休假 同事们还在街道上蹲点时 阿龙已经换好衣服 按照老婆的要求到银行取钱 这是准备给可儿娘家人包的红包 绝对不能省 我在银行排队呢 就是还没取钱了 我催你是我不对了 不是不是是我走太慢了 阿龙为了能顺利结婚 已经对可儿足够有耐心了 可惜天不随人愿 银行突然断电 一群劫匪冲了进来 这是一群有计划有阻止的劫匪 唯一缺点是 劫匪中的司机 因为抽烟没火到便利店借火 等再回来时 车子已经被当作围停车辆拖走 银行里的劫匪各个都有枪 阿龙没有贸然出手 躲在人群中判断形势 在阿龙的计划里 自己可以拿过小朋友的玩具车 砸向劫匪 接着一脚踢过去 踹到劫匪顺利解决战斗 但现实和想象是有差别的 小朋友死活不肯贡献玩具车 劫匪已经注意到这里的声音 阿龙只能跳到桌子后面夺子弹 警报声已经响起 劫匪是来求财的 便没有和阿龙纠缠 扔出一枚手雷后 带着钞票出门开车就跑 原本那辆车子被城管拖走 劫匪们竟然抢了警察老黄的车 阿龙和老黄是好友 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使出全力追上车子 飞身跳到车顶上 劫匪在车里开枪 阿龙只能在车顶靠运气夺子弹 幸亏阿龙运气好 司机开车撞到隔离墩 整个车子都飞了出去 车子重重落地后 劫匪们摔倒在地 司机更是被弹出的安全气囊震晕 阿龙趁机从车顶跳下 踹开车门 现在的阿龙 基本上就是李小龙附体 劫匪们一起上也没用 可惜阿龙枪法不准 开枪竟然打中了司机的屁股 本来晕倒的司机被惊醒 车子竟然重新发动 阿龙失手竟然把老黄踹了出去 劫匪们要钱不要命 为了逃命 竟然用车子撞翻后方赶来支援的警察 阿龙只能一个人在车上苦苦与劫匪搏斗 幸亏伸手过硬 十分钟后终于打到只剩一个劫匪 如果你投降的话 我考虑向法官求情少判你几年 要不然也去不该 这个狠人把衣服一脱 晾出一身没肌肉的肌肉 被阿龙按在车子里一顿暴打 偏偏这时候 香蕉日报的采访车还来跟踪采访 为了增加收视率 香蕉记者竟然拿出一个锤子递给劫匪 此时旁边又来了一辆番茄新闻采访车 全程跟踪报道准新郎官与劫匪肉搏 两家记者为了争夺独家报道互不相让 一度隔空对骂 番茄记者不为咒骂所动 坚持继续采访 阿龙夺过话筒招呼在劫匪头上 等车子又开出500米 香蕉日报的车却被意外撞到 采访就此终结 阿龙与劫匪的肉搏还在继续 劫匪奔想打阿龙 不曾想失手一锤子打晕了司机 等阿龙打晕劫匪后 车子已经失控 静止撞向前方车辆 阿龙紧急控制 已经来不及了 刹车失灵 车子叫着警局冲过去 幸亏最后时刻 车子停了下来 不然上司都得变成肉饼 晚上回家后 可儿已经对阿龙极为不满 为了拍婚纱照 可儿从深圳赶回香港 阿龙却因为与劫匪搏斗 错过了婚纱照 这让可儿觉得 阿龙根本不爱自己 阿龙也没办法 老黄被劫持 自己总不能坐视不理 大家都是警察 要互相帮忙的 警察警察死光了 我跟了你十几年 你跟我说这次 让我当一次主角的 有这件事当导火索 可儿把这些年 对阿龙的不满 全都发泄出来 同样是干了十几年警察 别人已经是督查了 阿龙却还是普通警察 可儿认为 阿龙这就是不求上进 这种无理取闹 让阿龙倍感无奈 只能转移话题 你在电视台当演员 除了被人打 还是被人打 何苦呢 可儿在剧组确实没地位 演技也不算好 基本上演什么戏 都是一个表情 只是阿龙千不该万不该 在此时挑破可儿的自尊心 这个时候的女人 总是不讲理的 你关心那些贼 比关心我还多 我问你啊 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爸妈什么时候认识的 吵到最后 可儿已经生气到 想对阿龙动手 可惜一脚踩空摔了下来 大半夜被送上救护车 临走前 可儿拒绝了阿龙的陪同 两人就此分手 爱情不顺利 事业也不顺利 阿龙昨天差点开车 撞到局长 局长是个小心眼的人 当时没说什么 结果第二天就把阿龙调职 对局长的决定 阿龙是一百万个不服气 偷你三兄弟 你没理由忘了吗 当年我在南盛委 一个打三个 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辉煌一刻谁都有 别拿一刻当永久 老黄劝阿龙别太在意 可阿龙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保乐像那次更凶险 我在后巷单枪皮马 只给了我一根烂起困 对着那个 阿龙很不服 自己又破案又救人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说褒奖 如今反而要被降职 吐槽归吐槽 局长的决定 谁也没办法 阿龙只能收拾东西离开 临行前 阿龙告诉同事们 一定要坚守信念 保持形象 努力健身 做什么都好 最重要是人没事 同事们脸上毫无悲伤之色 人人都为阿龙的离开 感到开心 因为阿龙和可儿结不成婚 大家连分子钱都不用凑了 阿龙被贬到政务房做事 从此生活失去了色彩 但阿龙从没有放弃 当一个好警察 过了几天 阿龙收到消息 最近会有一帮南亚仔搞事 于是阿龙想让老黄 帮忙调离政务房 但老黄却劝阿龙不要着急 老黄告诉阿龙 之前阿龙抓贼势必攻卿 搞得兄弟们整天紧张兮兮 如今阿龙离开部门 兄弟们每天都能准时下班回家吃饭 不知道有多开心 做人嘛 最重要就是求个舒坦 对老黄这些落后思想 阿龙表示 自己会坚决予以斗争 但阿龙属于是出师未竭 身先死 骑到一半就撞进下水道 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雪上加霜 降职是精神折磨 坐轮椅是肉体折磨 阿龙不会颓废 一时的失败并不可耻 因为在伟大的努力里面 就算有挫折也是光荣的 受伤后 阿龙一个人闷在家里 整天不是看电影 就是吃东西 就算伤好后 去警局工作 也是临时不离口 自动贩卖机里的零食 几乎全都是阿龙买走的 这种高热量 高脂肪 又毫无运动的不健康生活 很快就让阿龙体重暴增 体重称了一次又一次 六个月后 阿龙已经从玉面小肥龙 变成了玉面小肥龙 大家只会随阿龙快点做事 从没有人真的关心阿龙 生日之际 也没人来祝贺一生 阿龙只能自己在汉堡上点根蜡烛 默默地祝自己生日快乐 珍奶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还好阿龙是个善于自我安慰的家伙 做人嘛 最重要人没事就好 老黄看阿龙整天没事做 给阿龙派了一个任务 要阿龙保护一个 叫山本永儿的日本人去日本 山本是个不正经的电影导演 在上次银行结案中脑部受损 淤血压住了大脑神经 现在有点失忆 日本警方查出山本与一个交通意外案有关 想让山本回日本接受调查 所以老黄就把遣返山本这个轻松任务交给阿龙 老黄愿意帮忙 阿龙肯定是要抓住这次机会的 后天一早就带着山本坐上飞往日本的航班 不料在飞机上遇到了同样去日本的可儿 现在的阿龙实在是太胖 可儿差点认不出来 两人虽然已经分开 好歹曾经也是才子佳人 得知阿龙这次是去日本出差后 可儿只希望阿龙平平安安就好 一时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 阿龙只能恭喜可儿 电视剧拍得不错 两人的谈话被一个叫导舱的日本人打断 此人是日本黑帮分子 当初山本在拍电影时意外拍到导舱卖白粉的证据 从此被导舱一路追杀 如今再见山本 导舱眼里全是杀意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导舱没有在飞机上动手 一路上平安无事 阿龙顺利带着山本到达东京 负责接机的是日方刑警远腾 还有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聪明的翻译 四人在狭小的警车里注定要出事 山本因为大脑受损 不但在车里放屁 甚至还拉了出来 大家只能把山本带到厕所处理 阿龙以为不会出什么事 就和翻译在外喝水放风 偏偏厕所里出现一个神秘人 拿刀闯进厕所 就要劫走山本 山本脑子有问题 可生死关头一点都不傻 裤子都来不及提上去就跑出厕所 阿龙刚和翻译聊完人生理想 看到裸奔的山本终于反应过来 撒腿就追 犯人竟然还能自己跑了 这算什么事 真是从香港倒霉到东京 最要命的是 山本比铁道游击队还猛 竟然扒到了货车上逃跑 远腾为了追山本 把阿龙和翻译丢下 一个人开车跑掉 阿龙一个人在东京 突然遇到这种事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只能给老黄打去电话 可接起电话的老黄 第一关心的却并非案子 老黄人都麻了 山本这个脑子有问题的人 竟然还能跑了 本来指望阿龙顺顺利利 出完这趟差回来调职 现在好了 阿龙别想调职了 老黄自己也得受连累 追击山本的远腾终于回来了 可惜远腾带来的是个坏消息 山本彻底消失 谁也找不到 日本警方也没有线索 老黄告诉阿龙 再抓不到山本就别回香港了 为了让阿龙能顺利抓到山本 老黄让阿龙 去找一个叫潇洒的人 此人是老黄在警校的学长 以前也是警察 大概能给阿龙帮上忙 其实山本没丢 远腾早就找到了山本 不过远腾其实是个黑警 暗中把山本交给导仓 这个黑帮处置 潇洒哥正带着阿龙 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一顿逛 算下来 潇洒哥到日本生活 已经十几年了 以前在香港当警察时 还有辣手神探的美称 如今时过境迁 潇洒哥再次见到香港警察阿龙 开口就是钱 阿龙无语了 老黄之前给阿龙说 在日本没钱的话 只管潇洒哥借钱 可老黄却对潇洒哥说 欠的钱让阿龙还 老黄这一手 好比当年的三毛 哪吒金刚葫芦娃 没有十年脑血栓 真是干不出来 潇洒哥在东京开一家栗子摊 守护着女神芳华 芳华是开餐馆的 本来啥事没有 突然有几个黑帮找上门 拈走了所有顾客 要芳华还赌球输的赌债 芳华没钱还 黑帮就砸电 甚至连潇洒哥也挨了一顿打 芳华是个性情中人 欺负自己可以 欺负潇洒哥就不行 潇洒哥这顿打 让芳华当场暴走 一群人从店里打到马路上 眼见潇洒哥几人被欺负 阿龙实在看不下去 从楼上飞下来 一脚踹飞黑帮 然后张口需要查身份证 气氛略微有点尴尬 日本大概不流行查身份证 阿龙三拳两脚打翻了这几个小日本 可街道那头又跑来一群人 阿龙扭着用六个月时间吃胖的身体 在街头逃窜 该说不说 阿龙的身手还挺灵活 只是日本的警察办事效率太低 每次都是打完架才出现 我刚才明明就看到日本警察跟黑社会一个鼻孔出去 这个世界怎么了 他们早就睡一会儿的了 潇洒哥和芳华是开门做生意的 除了忍耐没别的办法 店里打架时被砸得一塌糊涂 芳华大发雷霆 要撵阿龙走 小虎是个懂事的孩子 假装跑出去又跑回来 拿出一笔钱交给芳华 阿姨阿姨 这是潇洒哥给你的 其实潇洒哥留在日本也是有苦衷的 小虎是芳华的外甥 几年前 小虎爸妈出车祸去世 芳华就留在日本照顾小虎 怎么说都不肯跟潇洒哥回香港 潇洒哥也就只好在这里陪着芳华 等小虎长大 这一等就是十年 干嘛老师叼着根烟又不点 他说我叼着烟的样子很帅 那我就叼着不点咯 言归正传 翻译那边终于告诉阿龙一个好消息 日本警方已经在东京湾找到了山本 不过现在的山本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远藤告诉阿龙 山本因为其实白粉过量 要到水里溺亡 由于此人从日本跑到香港 又从香港跑到日本 大概可以算作是畏罪自杀 可阿龙又不是傻瓜 自己押送山本一路 多少对山本有所了解 山本大脑受损 连一二三四都分不清 怎么可能是自杀 说山本是溺亡 可山本整个人浑身只有瘀青 连在水里炮仗的特征都没有 阿龙分析 这件事背后绝对另有隐情 于是带着潇洒哥一起 游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 想要查出一些线索 最大的线索还是山本家里 黄天不负有心人 阿龙终于在米包找到一部手机 可手机有点问题 暂时打不开 潇洒哥便拜托小虎解决这件事 这部手机曾经浸过水 小虎没能解决全部问题 能打开的档案全都已经解锁 只有一个视频文件 暂时还打不开 需要耐心等几天 不过对阿龙来说 有这些暂时就够了 潇洒正好认出 手机里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游室 带着阿龙就赶了过去 游室由盛大开幕式 可儿作为嘉宾出现在现场 潇洒哥不务正业 阿龙干活的时候 潇洒哥找到一条金枪鱼吃鱼生 结果越吃越兴奋 越吃越感觉不对 潇洒哥诧一只鱼 就把手伸进于肚子里摸 结果摸出一包白粉 被丢了白粉的黑帮围住暴走 还好阿龙及时赶到 两个胖子在仓库里左右躲闪 愣是一点皮都没擦破 潇洒吃鱼生吃嗨了 整个人已经失去神志 开着插车乱撞 阿龙一个人单挑整个黑帮不落下风 可潇洒哥无意中竟然开车撞了出去 把游室的开幕式破坏了 看到阿龙又缴了自己的工作 可儿对阿龙大发雷霆 这是可儿第一次出国登台 他不想放过这次机会 阿龙尽力对可儿解释 倒仓是黑社会 不想可儿再掺和到这趟浑水里 我每次都听你的 从来都迁就你啊 我不需要你迁就我 可儿需要的是一份尊重 不是无原则的迁就 阿龙知道自己的身份 孤身一人在东京 就算加上潇洒哥也才两个人 继续留在现场 也没办法解决这些黑帮分子 只能跟着姗姗来迟的远藤 一起回了警局 阿龙本来对自己相当有信心 这次碰见可儿 让阿龙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 总是给大家带来麻烦 不止阿龙怀疑自己 潇洒哥也快开始怀疑自己了 因为今天潇洒哥和阿龙大闹于世 芳华不想继续和潇洒哥在一起了 我要卖了风华鞠 然后带小虎回香港 你说分手啊 你丢给我分手两个字合适吗 两个人也不是真的要分手 就是话赶话说到这了 其实真的是互相喜欢 芳华每天都帮潇洒哥照顾粒子摊 潇洒哥每天都找一堆人 陪芳华打麻将 就连阿龙也看出两人的感情 不希望两人因为吵架闹到分手 我只是想说 真的这个世界上 没什么人可以等另外一个人十年的 这番话 不知道潇洒哥和芳华明白没有 反正阿龙已经是明白了 既然喜欢可儿 就不应该轻言放弃 于是连夜找到可儿 两人一起去吃了那碗 好久没吃过的面 喝了那杯好久没有一起喝过的酒 酒过三巡 可儿主动承认 阿龙以前批评的对 自己确实没有演技 阿龙担心可儿因此失去斗志 尽力夸可儿的长处 从演技夸到身材 夸到样貌 甚至夸到无可再夸 只能夸粉丝 你有很多粉丝的 那些粉丝 是你买了给我 我知了 不是字字都是我买的 不管怎样 两人总算知道彼此互相深爱 为了不让可儿再提心吊胆 阿龙主动提出 自己可以辞掉警察这份工作 开一家小餐馆 两人一起开店共度余生 可惜连老天都不帮阿龙 东京突然发生地震 整个餐馆的人都吓得趴到地上 阿龙的职业病又犯了 主动去询问每一个人有没有事 唯独忘了身边的可儿 此举让可儿略感失望 可儿看出来了 阿龙性格如此 根本不可能辞掉警察工作 长久陪在自己身边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都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但不包括我 怎么会不难受 两人明明彼此相爱 却还是要分开 阿龙还没想到怎么追回可儿 新的危机已经来临 黑帮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 潇洒哥的手里还有视频 已经开始了对潇洒哥和阿龙两人的追杀 岛仓更狠 为了拿到爷爷手里的营业权 拿刀逼着爷爷 再转让合同上签字 等爷爷签完字 岛仓竟然一刀干掉了自己的亲爷爷 不巧的是 可儿正好来找岛仓 丧心病狂的岛仓 便抓到可儿想杀人灭口 划分两头 小虎已经修复好那条视频 视频内容不是别的 恰好就是山本拍到的 岛仓卖白粉的犯罪证据 此时一群黑帮杀手已经杀了过来 为了不连累芳华 潇洒哥让芳华拿手机先走 自己一个人手持两把菜刀 与黑帮在巷子里大战 等阿龙来的时候 潇洒哥已经中刀倒地了 没了爱情的羁绊 阿龙整个人宛如战神下凡 在巷子里和这些日本蛊惑仔大打出手 只是事情的结局还和以前一样 等阿龙收拾好一切 日本警察才姗姗来迟 看到远藤还敢出现 阿龙心里的怒火忍都忍不住 远藤知道阿龙拿自己没办法 当着阿龙的面 说出了整件事的真相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在做天在看 远藤没能得意太久 刚走出小巷就被车撞死 整个人连渣都没剩 黑警被老天收了 但黑帮分子倒仓已经抓到渴儿 以可儿的命为条件 要阿龙交出内部带有视频的手机 他会在东京塔等阿龙 阿龙来不及和潇洒哥说 一个人跑去了东京塔 可倒仓这种变态又怎会遵守规则 阿龙刚进门就挨了一枪 倒仓顺利拿到了手机 幸好阿龙现在足够胖 子弹擦身而过愣是没有受伤 等阿龙缓过气 一脚踢翻踩在自己身上的倒仓 抢过一把枪控制了现场 倒仓这个人心里扭曲的 不会放过任何杀人的机会 出招都是奔着阿龙要害去的 要不是阿龙身上肉多 早就顶不住攻击了 阿龙被倒仓纠缠得烦不胜烦 终于一脚侧踹 把倒仓踢飞 摔倒在座椅上 所有事情基本搞定 老黄竟然来了 阿龙太长时间没有联系总部 老黄担心阿龙出事 紧急出动直升机过来支援 此时倒仓已经从昏迷中苏醒 手持双叉与阿龙血战 一副不干掉阿龙事不罢休的架势 阿龙仓促硬战 手中短剑被打掉 只能尽力往外跑 可没了兵器的阿龙 不是倒仓的对手 差点就被倒仓踢下铁塔 幸亏可而言几手快 一把扔过双截棍 有了双截棍在手 阿龙根本不需倒仓的双叉 反手围攻 逼得倒仓步步后退 阿龙的双截棍是愈强则强 倒仓越能打 阿龙的战力就越高 终于 倒仓再也顶不住阿龙的棍法 主动跪地求饶 非诚想 倒仓这老小子是诈降 趁阿龙不注意 立刻扑上来 阿龙回身一拳 打在倒仓脑袋上 接着连续出拳 命中倒仓胸口 终于解决了这件事 经历了生死危机 阿龙可而 这对苦命鸳鸯紧紧抱在一起 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分开了 老黄担心日本的黑警会对阿龙不利 催促两人尽快上飞机 有什么事等回香港再说 两人就这样搭上直升机的软梯 一路飞回香港完成了婚礼 这部肥龙过江 从名字上看 是致敬李小龙的猛龙过江 电影的前半部分 确实有老港片的味道 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 像是在看TVB的湿奶剧 但影片的后半部分 剧情略显拉垮 人物做事失去逻辑 最让人不解的是 阿龙变胖后 对整个剧情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点多少有点对不起 肥龙过江这个名字 总的来说 在20年春节期间上映的这部电影 剧情简单不费脑子 舞戏有甄子丹 也算足够精彩 属于不好不坏的喝碎片 其中穿插了导火线 和杀破狼的片段 算是意外的彩蛋 特别是恶搞杀破狼 甄子丹和吴京对打的戏 一笑过后不得不感慨 果然咔未决定一切 当年不知名小配角 演完电影连个名字都没有 如今已经是万难请到的 百亿票王大导演